第四題,第五題來看一下 將儲存格範圍 你要看懂題目,你不要連看懂題目都看不懂,當然你就不用做了 A1儲存格到N75,選起來 設定它的框線 然後內框線就是裡面的框線 最細的 外框線 四粗的 它跟你講第幾格 然後呢,第2列與第3列之間是雙線 我們先做這一款 所以第1個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那怎麼選 優標先放在A1 A1 然後再選最後一個 不過呢 如果你要選最後一個,請按下一樣 SHIP鍵 按下之後呢 再去點N75這個位置 按SHIP鍵 SHIP鍵 按住之後 再按下滑鼓的左鍵 這樣就選起來了 OK,特別注意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匯的話一下很簡單 我覺得匯跟不會差太多 不會的,我剛剛弄半天都弄不好 匯的人,哇,兩下就做完了 這差太多了 好,第1個 第2個的話,設定框線 那什麼框線 設定框線哪邊 找比較快 我個人習慣 我會直接在 常用的這個地方有個框線 那我不會直接點 我會先點他旁邊的箭頭 然後找到 他最下面這邊有個叫其他框線 先找這個 其他框線 這個 然後就設定兩個東西 一個是內框線,一個是外框線 所以其他框線 那首先的話 內框線 是要 是 最細的 最細的是哪一個 這個 他有講說 好像左邊的最下面這個 然後選這個之後再按內線 就內框線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兩條線出來 好,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 從這邊進來 這邊進來 進到這邊 先選這個 再選內線 這第1個 完成 第2的話,刺出 這個是最初 這個是刺出 先選這條線 再去點外面這條線 1 2 有沒有 這個叫刺出框線 好,完成了 OK,所以兩個動作而已 所以 選這個 這個是內線 這個是外線 按確定就可以了 完成 OK,應該沒有困難 再來的話就是 第2列跟第3列 的 中間這條線要變 2條,你目前看到是1條線 那如果怎麼樣變2條線 我個人習慣是這樣子 先把 這個範圍選起來 也就是選第3列 那 他 這條線理論上是 要設定的是他上面這條線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選 選第2列這邊 其實也可以啦 如果你選這邊的話 是指的是下面這條線 OK 所以我們用這邊 先選第3列這邊 那記得不是整列選 選到N就好 然後再去點一樣 剛剛的位置 其他框線 接下來的話呢 相對於 你目前選的這個框框 這個框框 我要設定的應該是 上面這條線 所以我先選 這個 雙線 先選 再去點它上面這條線 意思就是說 你目前選的這個框框 這個框框 它其實就是在這裡 就這個 那我要設定的是上面那條線 所以我先選 雙線 這個是1 再去點這條線 所以 特別是要先選這個 再去點上面這條線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 上面這條線 它就變兩條線 當然啦 如果你選第2列的話 剛好就變下面那條線 應該這個道理應該是知道 好 那這樣OK就按確定 那先看一下 有沒有變兩條 有沒有 第2跟第3中間這條線 它就變兩條線 有沒有就符合 題目要的 OK所以題目要的 你做出來了 那表示說 就是對的啦 最後檢查一下看是不是它要的 你就看一下題目 題目內框線沒錯 外框線也沒錯 再來是2跟3之間的雙線也沒錯 第5題就完成了 那待會再來看第6 第6的話就是說 要設定什麼 這個範圍 總共有3個範圍 要變成5分類 5分類的格式 不過這邊有一個問題 1 3到1 175 還有H3到H75 跟K3 三個範圍 三個範圍 有沒有連在一起 沒有 1在這裡 H在這裡 K在這裡 那你變成要選三個 那怎麼選 以前的選法 就像向下拖拉 可是我建議這樣 不OK 我的習慣是 游標先放在 E3 按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選 把13到175 直接選到底 這樣就是最快 不然的話你這樣慢慢拉 拉到底 要一段時間 而且很容易過頭 OK 那記得 E3 Ctrl Shift向下 可能要記一下 你說還要再選 H3到H75 那怎麼選 特別注意 你不能直接 點 如果直接點 E就不見了 你要重選 如果你要連續選的話 你記得要多按一個按鍵 就是按Ctrl鍵 Ctrl鍵按住之後 再去按H3 如果沒有按Ctrl鍵 再去按H3 有沒有發現 這邊沒有不見 如果你沒有按Ctrl鍵 這邊就不見了 然後要選到底怎麼選 一樣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就選了第二個範圍 第三個範圍 K3到K75 怎麼選 一樣 按Ctrl鍵 再去點K3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Ctrl Shift向下 三個範圍選 這個很難選 但是你如果會的話很簡單 你不會 不過你們等一下再做四幾次 熟練之後真的沒什麼 不熟真的就是很大問題 好 做什麼呢 他說要做 一個效果 這個效果是什麼呢 乾素越多 藍色越多 它這個叫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他說要用的是一個五分類 五分類在哪裡 設定格式化條件 圖四期 五分類在這裡 就這個 OK 那點下去有點像 你的手機的收訊 收訊越好 這裡不是收訊越好 這是乾素越多 它的那個線條越多 OK 該說越多應該則是 成績越差才對 OK不管 點下去 完成 試一下 然後後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這部分 待會我們再來看 我們只要 只有完成6A 後面還有6B 跟7 這題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 等一下我們再把 6B跟7 完成 存檔就可以了 就是N3到N715 然後它指定為什麼 三旗字 的圖示 也就是說呢 如果是低於 10%的話 就是用綠色 低於20 而且高於 寒的話就等於 百分位數的話 最主要是百分位數 則是用黃色 基於不標 那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就可以注意要怎麼做 第一個 把這個N3 到N715選起來 那選的方式 就稍微簡單一點 因為剛剛是要123 現在不用選這個 Ctrl-Shift向下 不用像剛剛還要按 Ctrl-Shift向下 就選第2個 選第3第4 好第1步先選N3到N715 第1步 第2步的話呢 就是一樣 設定格式號條件 那選擇 圖示級它是用這個 不過它不是 綠色 黃色 紅色 它只要綠色跟 黃色 沒有黃色 所以 這邊用其他的 你不能用這一個 用這個就錯了 那它這個是什麼 就是你成績越好 就是綠色的 旗次是黃的 沒有紅 沒有旗的話 表示成績沒那麼好 所以 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標的話 應該是標什麼 標像這個 -14 有沒有 -17 像這個 也就是說呢 它打的甘數越少 表示它成績越好 也就是低於10% 就是最前面 意思是說 等於是前面的前段班的 就綠色的 那要怎麼標呢 記得 1選範 2 這個 圖示級 其他規則 這個可能比較 複雜一點 不像剛剛點一下 其他規則 3的話呢 就是你一樣 找圖示級 但是圖示的樣式 記得選擇的是什麼 選擇這個旗子 但是它旗子 綠色是百分之多少 67 67%的是這個顏色 33%是這個顏色 小於33% 但不是喔 不是這樣喔 我們是希望第1個類型 要把它改成百分位數 為什麼百分位數 你看這個題目裡面就講 這邊不是 百分位數 有沒有 百分位數 OK 所以第1個請你把兩個先改成 不是百分比喔 百分位數 第1個 第2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是小於 也就是說如果這3個 那你要怎麼樣去 做設定 特別注意喔 這一題它的 敘述方法 我們剛剛顛倒來看 來做會比較簡單 第1個的話 要綠色最後再做 再做黃色 所以也就是說呢 它這邊黃色 其餘的話是什麼 也就是說呢 它是 這個黃色是低於 20% 且 高於10% 所以呢 不標式的應該是什麼 應該就是大於 20% 這些 大於20% 所以喔 不標的 所以先把不標的 不標的 就是無儲存的格式 它是 大於 等於多少 20%的 不標 那 再來的話 黃色 黃色要標什麼呢 就是 黃色的部分它是什麼 它是低於20 且 高於10 包含 所以應該什麼 大於 第2個是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10 所以你可以看喔 大於等於20 沒有 那再來是小於20 大於等於10 那就給黃色起 你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這個敘述 其實 就是 題目講的這個 低於20 小於20 百分位數 高於10 大於 韓的話就等於 所以大於等於10 就用黃色的 黃色有了 那再來就剩下低於 低於10 就用綠色的 沒有等於 所以低於10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低於10 當 小於10的話 那給什麼呢 就給綠色的 這邊給綠色起 綠色在哪 綠色 這這裡 綠色的 OK 好 這樣子 就是 題目 要能做的 應該知道意思吧 不過我說真的 很容易做錯啦 但是如果你理解了 也不難 不過我也看了 看了很久 終於懂 我常常漏掉 我常常做錯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 因為它預測是什麼 它預測是百分比 不是百分位數 所以我常常忘了改 所以第一步啦 我剛剛第一個是先改這個 百分比 百分位數 這個很容易做錯 所以我先改 第一個 第二個先做那個什麼 沒 就是不標的 沒有旗子 所以本來是 綠色的把它改成 沒有 然後 這個是 大於 等於20 也就是說 它的比例是 比較多的那些 等於是 乾柱 不是 低於標準 太多的 那些不要給旗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就OK啦 這個應該大於等於20 大於等於10 然後再小於10 OK 按確定 看一下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表現非常優秀的 就會是綠色 其次 就是黃色 那表現 一般的 其實都沒有 OK 當然你可以試試看 別的規則啦 你說老師我不想要這個規則 我希望 就是 換成別的規則 比如說我希望其他不標的 如果想要再標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把它標成什麼 標成那個 紅色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如果你其他的 要你這邊可以管理規則 管理規則這邊好像還可以再編輯規則 你可以怎麼樣 把無圖式這個 改成紅色其實算了 再按確定 再按確定 其他的有沒有 就變紅的 所以這個規則你可以 去自己定義 那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找出 成績比較 好的 跟成績一般的 還有成績差的 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旗幟 來呈現 當然你說老師 那不一定 我不要用旗幟 我可不可以用其他東西 當然可以啊 你會發現這邊有很多 其他的圖示 比如說 你如果不喜歡旗幟 你用登號對不對 也可以啊 你看這麼多 甚至有什麼打勾 向上向下 一堆的 所以這個都 可以 幫助你去辨識這個資料的好壞 有時候你看數字看半天 說真的很累 但是看顏色 跟 看圖 總會 比較直覺吧 OK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 也許 大概先知道一下 我把它恢復好了 這個是題目要的 大於等於20 大於等於10 記得先改這個 再改這個 按確定就可以了 把它改回來 這樣子就 完成了 所以優秀的 就會是 綠色的 其次 就是 黃色的 那最後的話 機體已經差不多了 最後的話 還有第7 第7就是 將 儲存A1到N2 改為 填滿 填滿就是它底下的顏色 淺綠色 OK 怎麼填 1 先把範圍選起來 選這個 A1 按SHOOK鍵 選 N2 這個 這個範圍 填滿的話 其實就是油漆筒 常用裡面的油漆筒 你只要找到 哪一個是 淺綠色的話 那就OK了 淺綠色哪一個 油漆筒 這個是綠色 哪一個是淺綠呢 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油漆筒放上去 它會告訴你 所以淺綠色的話 應該是 這個綠色 這都不是 所以應該是在這裡 找這個比較快 有沒有看到 淺綠色 反正你就找 你不會沒關係 你就看綠色 哪一個比較像淺綠的 你油漆筒放上去 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顏色的名稱 你把它點一下 好 這一題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呢 如果是症狀考試 它就要叫你 存 什麼 EXA 本來是ESD 改成ESA 然後還要再匯出 這一個 格式嘛 所以如果假設考試的時候是 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 然後把它存成 EXA 01 01 儲存 然後另外再存一個什麼 另存新檔 它還要再存一個什麼 它說用 ODF 有沒有看到ODF 其實ODF上面沒有 但是它叫 OpenDocument 這個 這個叫 OpenDocument 就這個格式 EmailODF 沒有 應該是這個 OpenDocument 試算表 就是這個 名稱叫什麼 叫Golf 這個 所以你就把名稱改成 GOLF 後面這個點ODF不用打 你就直接存這樣 打一個Golf GOLF 後面點 ODS ODS 不用加 因為這個就是它的負檔 存在一樣的路徑底下 存檔 它會出現這個 不管安全 是 最後我們確認一下 這邊的 這個底下 102 裡面 有沒有這個 這個格式的話 它的類型 它會出現 OpenDocument 試算表 可是如果 你看不到那個 負檔名 點ODS 其實你在檢視裡面 這邊有個叫做 負檔名 你可以把它打勾 這個時候會出現 Golf 點 ODS 那表示是對的 OK 因為預設好像 這個檢視 負檔名是 不會打勾 理論上這樣 OK 但是 你們 平常列期的時候 因為 因為 這邊第1類每個都存 Excel A01 的話 那會有很多 一樣的名稱 所以我看 最後你們乾脆 存檔的時候 立存新檔 存檔 這個 一樣改成Excel 最後 存檔名稱 現在就叫esa102 不要01 因為每個都01 那可能會有很多的01 所以102 這樣子 我們練習的話 你最後那個01 請你把它改成102 那後面104就是102 每一題題目 就會 平常就 不會一樣 存檔 OK 好 那這題請各位 試著把它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